我们提车啦 哈喽朋友们 我们的新车到了 等了十多天 终于今天提车啦 对 浪哥昨天兴奋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乱讲 我看到交车区有一台黄色的车子 我们一进门然后就 到了这个交车区 现在正在看车 浪哥把整个车全部都看一遍 前前后后仔细查验一下 看明天 2024年10月就是这个 刚刚是产的吗 换家庭轮胎了 不是朝阳的吗 反正轮流来 265 60 18 这个就适合换A地台 如果说是他们标会的那个19寸轮胎 就比较难了 比较难找A地台 备胎背在后面了 我们选的是黄色的外观 还有白色的座椅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们是从来没有用过电车的 刚刚第一次打开这个 充电的这个口子 这边是快充 DC是快充直流 AC交流点就是慢充 送的就是这个 就是买新车送的充电桩 就是送的这个慢充 从那边打开 其实还有几个重要的点 比如说你看玻璃的日期 这里你写了一个4 后面有4个点 就代表着是2024年 后面4个点就是用13减去4 那就是9月份的玻璃 9月份的玻璃 就今年9月份的玻璃 这也是的 这个也是的 好像每块玻璃都有 都有的 然后再看轮胎 轮胎的日期呢 那其实这里有个数字 大家看一看 这里写的是2924 也就是24年的第29周生产的轮胎 那么第29周 反正就是离现在时间很近 现在是10月份 所以说可以断定 它用的这些部件 也是比较新的 也是才生产出来的 今天还蛮有仪式感的 你可以看到 我是黑衣服 黄衣服 是黄衣服 黑裤子 就是黄黑的搭配 它是 它是黄衣服 黄衣服 黑裤子 是的 应该和你一样的人 对 我们俩因为都比较喜欢黄色 大家记得我们之前 那辆沃尔沃也是黄色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也是选了黄色的 黄色比较有户外感 你看很多冲锋衣 它也是黄色 对吧 户外的一些用品 都是黄色的 比较亮色一点 我们能让它 把车子开到工尾上面去 顶起来 看看下回这个底盘的状态 看这个后面是他们 4S店的车库 猛龙他们自己备车 基本上备的线车全是黑色的 还是买黑色的多 对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颜色好好看 然后它里面白色的座椅 我觉得也好看 搭起来还是 等一下我们坐在里面试驾一下 我到现在为止 车上车都定了 我都还没有试驾过 等会儿让你开一开 因为接下来涉及到 我要给猛龙配护板 所以说我之前也看一下 底下的这个构造 看看这个电池的位置 是不是容易被刮 好可以了啊 看看它自己的护板 自己的护板是种比较软的 这发动机护板肯定要换的 有时候 这是电池 看看它的防护 是那种摸起来有点像那种 中控那种糖素的那种材料一样的 然后再往后边看 这里是油箱 然后在后面这是厚电机 这是厚电机 前面麦富骏悬挂 后边多连杆 其实前面要是双叉皮 它更耐造一些 那根据我们20多万公里 西部偏远地区的自驾经验来看 虽然猛龙有着不错的里地见系 但无论底盘多高 脱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提车以后 肯定是要给新车安排一套底盘护板的 这样翘起来以后更明显了 就是它跟底盘啊下面 就是在这边 对它裙侧你看到的地方 其实不是最低点 它底下还会再低一些的 它会凸出来一层 它的底盘这些排气管 什么东西 都会比你旁边的这个侧裙 黑侧裙要低一些 但这次黄色嘛 就不用贴车衣了嘛 就是刚才它整个车架里面 都是黄色的 这阳台里面带出来就是黄色的 比如像我们沃尔沃嘛 贴成黄色的 如果说在外面遇到了事故 如果说是对方权责 别人还陪我的车磨 如果说是我的权责的话 我自己车前去给裤车漆 但是不管你的车衣 对我们之前就自己付钱补过那个车衣 对 所以说阳台里带这个颜色是好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等了十多天 等这个黄色的车的原因 这是他们店里面到的第一辆 黄色的外观 然后白色的内饰的车 他们还特地过来跟我们沟通一下 想拍一下我们的车 留个纪念做宣传 现在还没有上牌 我可以贴上自己的logo Lang哥 Lang哥真的好有仪式感哦 昨天就开始自己自己跑去那个广告店里面做了两个这样的 做了两个KT版 对好好笑啊 好好笑啊你 是不是很有意思 开车狂了 嗯 但是这个华色好像也不一样 对 他的放的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是不是感觉要出发了 嗯 走你 走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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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怎么觉得我们俩有点尴尬 哈哈哈哈 自骇自骇 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确定可以了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什么事啊 什么事 这车你还没付钱呢 哦 领导去付钱 付钱付钱 领导去交钱去了 领导 给 随便花 好好好 拿去吧 领导领导 哦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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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内伤啊 我等会开猛龙去抢救一下你啊 心痛 心痛 啊 钱付完了 那意味着我们的思磨仪式开始了 开始 开始吧 来吧 这些白色变成黑色之后整个车子会更好看 这是真的是强迫症患者的一个福音啊 对啊 来吧 哇 哇 每撕一条 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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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算的蛮清楚啊 每撕一条一万块 一万块 好了 里面的素料我也扯掉 心扯就是有这种快感啊 哎呀 里面的素料我也可以扯掉了 哇 怎么样我们的白色内饰 哇 以后要好好保护一下 卫生啊 对啊 还要叫到我们的宝宝 不要搞破坏 我宝宝 我觉得一起也不会让他做这个车 啊对 是的 新车多少有些味儿 还是不能让他在这上面去吸他的这些还没散去的味儿 摸摸 嗯 这个手感可以哦 蓝色的 嗯 诶 这里就放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嘛 对 一个碳包 碳包把它拆了把它拆了 赶紧先吸掉点 不然我们成了碳包了 外包还是蛮重的 行车 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装上吧 不然不能上路吧 你看这里有胶 现在不行 现在不能装 要贴完膜才能装 好 这样啊 对 那我们就这样空着上路啊 对 裸奔 走 裸奔 习大浦奔 尊贵的哈佛车组织上车 我自己念 要坐椅先 哎呀 大家上车一定要记安全带啊 就由我这个女车组来体验吧 走了 哎呀 怎么了 哎呀 有状况吗 怎么了 她说确认车钥匙是否在车里 哦 忘记把车钥匙在车里 忘记把钥匙给你了 现在没有打火啊 不用打火了 这就已经打的呀 哦 打了吗 你已经打了 打了空调是开着就是打了的 把她这个新能源 点没点火都不知道 这个要按着 按着按着往后挂 按着往后挂对吧 对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是档位 现在是P档 P档 没有啊 踩刹车了吗 踩了呀 那你再点一下火 是不是没点火啊 还是怎么样 点火在哪里 点火在那个地方 这里 以上电可挂档行驶 哦 刚刚这才上电了 对呀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来来来我给拍一个拍一个出库的画面 哇我们的新旅行靠他咯 我感觉我感觉视野有点高 感觉比我我高啊 对比我之前那个车高 而且开起来那种感觉好像大一些 主要是这个前面这个 这个盖子这里啊 那个高度感觉高一些 哇这个屏好大啊 是吧 哇 哎 哎呀 那没问题 我感觉我是箱里来的 哎我跟你说 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买任何一家的车 嗯 屏幕都有这么大 对只是我还是五年前的车主嘛 就五年前买车的车主嘛 停留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硬件设备 嗯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选车的一个新路历程 好 那选哈佛呢 就是20万以内的车子 那要有四驱离地间隙又高又有电 而且又有备胎的话 其实筛选下来 你基本上你会发现就只有猛龙了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基础哈 然后呢 关于配置的 哎我的妈呀 你拐弯不要这么吓人好不好 相机 相机 你拐弯不要这么吓人 不是是相机砸到我了 然后呢 呃 关于配置的选择 其实我们选择的就是102 Pro的版本 那很多人就说啊 你买猛龙必须买145那个大电池的版本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要这辆车有电就行了 因为我们大部分行驶 其实还是会偏向于使用它的混动来开 那这是关于这个用电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电方面之前我们出去的时候 一直都是带着户外电源 我感觉就是我们出去的话 一度电都感觉好像差不多够用了 那这个车子呢 十七八度的电 我觉得说只要开启保电的话 它在户外 呃我们露营的一个晚上的使用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还可以到各种地方去充电吧 嗯 这是关于电池 为什么没选大电池 我很期待这个 外放电功能是吧 对 还有它的露营功能 你可以在车上睡觉 露营功能对 然后再接着来讲 呃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 这个后差速锁 那后差速锁呢 它脱困能力更强 那按道理 我们这种去偏远地区 选差速锁肯定是更好的 但是呢 呃6000块钱要选一个差速锁 那我其实这个车子本身 已经带四驱了 我们沃尔沃呢 那个车子开到外边 那么多里程15万公里 也没有碰到一次现车 就真正让用到很强的四驱的那个时候 没有碰到过 嗯 所以我觉得说好像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差速锁目前来讲哈 我是觉得好像没大必要 当然可能 以后开出去我会后悔 但是现在目前根据我是紧贴着自己的需求去选的 然后另外呢 这个车子唯一选装的东西就是18寸的轮毂 19寸的轮圈呢 它可能好看一些 但是呢18寸的轮圈 所以说我更方便选这个AT胎 所以说我就一定要选了这个18寸的轮毂 当然选装这个18寸轮毂是不需要钱的 所以说呃 这就是我们选配置的一个新路历程 那最后来分享一下这辆车的价格哈 那我们这台车呢 是中配指导价是173,800 然后因为我们是全款提车 我们不想去弄一些什么这种贷款啊 贷款以后优惠啊 然后提前还还 这种算来算去的事情 我们懒得搞 就直接裸车谈裸车优惠是14,000 所以说裸车是裸车下来应该是159,800 然后就是保险了 没有没有购置税 不过确实这个车的味是比较重 就是你可能在刚刚提车的时候 在那边你你车你上上下下你没什么感觉 你一直闷在这个车里闻着这个味 我觉得有点头晕 我觉得有点臭 臭鼻子 有点恶心 多卖几个摊包吧 现在目前的解决方案只能多买摊包了